云生传媒吉下花旦苏黎发布离婚声明后 该集团股杆继续下跌 5号是 林律师 快快快 林律师 你虽然身高名上不均 但从不涉及于乐圈 你为什么这次会忽然接手 苏黎的离婚官司呢 林律师 你在三十二岁 就能当下一颗绿水的所作人 是不是走了什么写计稍微 才问你和云生传媒太子爷 其余和是跟你情人关系 对此没有什么回应吗 林律师 林律师 你走快来了 三分钟 到其余时做梦 我做梦都没想到 吴谦那个王八蛋 竟然和我的经纪人会搞在一起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 不要恋爱呢 你说你都二婚 怎么找到男的一个不如一个 雨泽 你可一定要帮我 其雨泽 出去吧 雨泽 我 出去 你却要跑 我 你 不 你 你 我 如果集团的股票下跌趋势 你可是云岗的王牌律师 再说了 以前像这样的问题 不都是你帮我解决的吗 可我保持距离 让那帮记者看到怎么想 怎么 暖暖怕和我传出什么飞蛮吗 请叫我亲戚 妈可没给我生过什么结婚 你忘了 脑子是三天白忙活了 绑个死丫头还是个孤儿 也没人过来交赎金 要不私票算了 别怕姐姐保护你 嗯 等会姐姐把那个人打晕你就跑 千万别回头听到了没有 嗯 那你说怎么办 我还能养着他们啊 我还能养着他们 偷崽子 敢偷袭老子 撕开 表子撕开 快跑 少爷 你没事吧 姐姐 少爷 走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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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泽 姑娘 感谢你救了我们少爷 少爷说了 以后这里就是你家 你 你没有人陪我玩了 或许 早就不该把她继续当成 是七年前那个怯懦的小男孩了 齐玉泽 妈 我提醒你们 这里是公共场合 就算你们俩是姐弟 也要注意点影响 妈 你误会了 我只是 行了行了 齐玉泽 到我办公室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 帮你那些阴阴阴阴处理关系 阿泽 为什么要他帮我辩护啊 男律师不是更有胜算吗 一和律所一共有十六位男律师 如果你对我的业务能力 有意义的话 也可以选择 李律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既然没有意义的话 孙律师 请在这份授权委托书上签个字 好 现在你可以讲讲 你老公出鬼的事了 上一月月底 是我们结婚一种年轻人 我特意提前结束了组里的拍摄 准备回去给她一个惊喜 你们俩在干嘛呢 老老婆你你别误会 我和艾蜜姐在对戏 对戏 对戏 这么对戏是吧 你别拍 你给我拿过来 老爷是他的时候 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五梯 没有我 他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当初追我的时候说 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 一年全变了 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苏黎你清醒一点 无谦出轨铁证如山 他无法辩驳 所以他现在应该在暗地 转移你们夫妻之间的 共同财产 你来干什么 我当然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法拉利车钥匙呢 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吴谦 你搞清楚 这里的家具摆设车子房子 哪样不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们现在还没离婚呢 现在连你都是我的 我凭什么不能用车 吴先生你注意 你现在的行为 正在侵犯我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还没找你麻烦呢 要不是你窜头里 他会跟我闹到法院去吗 你把年纪没男人要 跑过来离间我们的感情 我看你就是见不到我们 好 跟我拿手 吴先生你住手 你住手 你的行为我手里的信录仪都已经录下来 你再进行这种暴力行为 我就把这段视频在法庭上播放给法官看 你最好收敛一点 臭表情你给我站了 如果你敢殴打我 你的劣迹就多了一条 殴打原告代理律师 到时候这个视频会自动上传到网络 造成的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我一直看我 我自己承担 你承担 我自己抓住 我其实不是 有没有 你有没有 对 你还要 你觉得是 我不说 我自己承担 你 叫我 有没有 义 没有 你 录像 你 我自己承担 你 我自己承担 我发誓 苏黎你要清醒一点 你越是软弱 他就会越猖狂了 林医师 我要让这个渣男 净身出户 胜身无辜 德哥 莫无诈听消息 我妈带新款的代理员谁谁 有笔快放 有请 前方包钉链那个 哎 这个人类传金屋终又杀回来了 嗯 囊囊以为我要干什么 齐雨泽 我说了 在公共场合要注意影响 开车 你没有其他事情要忙吗 我不需要你了 过河拆桥啊 囊囊你变了 好 暖暖 好久不见了 周律师不是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吗 怎么突然回国 我当然是为了你回来的 我现在在沉安律所 是 高级合伙人就是不一样 连名片都是镶金编的 一看就没手挣钱了 小子弟弟是吧 记得上次见你的时候 你才高中毕业 没想到一晃 这么大 我是独生子 没有格格进行 是吧 暖暖 不要 暖暖 啊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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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 一星期而已 也好意思说出口 不过周律师可得努努力 毕竟我和暖暖朝夕相处了十七年 你省省吧 他不喜欢你 在我这儿 年龄不是问题 此前 备受瞩目的星际影星 苏黎的离婚诉讼案 于今天上午 在云港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 由原告方向法庭陈述 事实 理由 以及解决事项 诉讼请求 一 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 二 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三 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 五十万元 你要离婚 还要我赔钱 被告 诉去 事实与理由如下 我方当事人苏黎 于2022年3月 在剧组拍摄期间 与被告相识 此后 被告吴谦对我当事人展开猛烈追求 双方于2022年7月里正结婚 婚后 发现被告吴谦在感情上存在不忠行为 且拒不承认 暗中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其行为对我方当事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夫妻情感确已破裂 再无和好可能 是 什么叫情感破裂 我爱她 是你逼着我们离婚的 被告 注意法庭纪律 报告审判长 请法庭允许我方播放证据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举证 袁世平虽然已经被被告夺取手机后删除 但是已经自动上传到云端 根据视频所显示 被告与视频中的女性 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已长达一年之久 审判长 我方请求向法庭提交一份证据 反对 被告逾期提供证据 这是在举证期限界满后 找到的最新证据 足以证明我当时 并非这段婚姻关系的单一过组号 可以播放 无欠 连狗都不如 原告不仅私生活混乱 而且经常对我当神非打即骂 这才是导致二人婚姻关系 破裂的根本原因 看到了吧 出轨在先的人是他 无欠 你是我的就我的又我的 你还要诬陷我 没有我 你就是个十八线 苏静 苏黎你冷静 我冷静个屁 我看到了吧 这才是他的真面目 什么清纯玉女甜美可 都是装出来的 福气 你 你 请双方当事人注意好听纪律 哎 苏黎出来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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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黎听说你们互相指责对方出轨 能不能和我们详细说一说啊 是为公众人物却没有起到经济表书来做的 你一点都不羞愧的吗 什么狗狗狗狗狗 dressed 啊今天我一个出给你 你说他多少钱 什么狗狗狗狗狗契 今天我一个出给你 你说他多少钱啊 骑走这帮人太过分了吧 这些人身份查清楚了 你搞他们故意是吧 啊 毕气走 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法部择重啊骑走 你是我请的律师 刚才在庭上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苏黎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说出真相 凌晨三点可以随意出入你家 这男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 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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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就是 你当神出鬼在先 他心虚了 几年没见你还是那样 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机 我只是在规则内维护我当神的正当权益 你所谓的正当权益就是帮吴谦多分点钱 然后用舆论来败坏作义的名声是吗 苏黎 道不同不相为盟 我们早就划清界限了 误人 没必要老死不相往来吧 连普通朋友都做不了吗 姓林的 你和那个出鬼女穿透一心 苏黎 苏黎 我让你去吃死吧你 苏黎 苏黎 呃 说 是吴谦指示你来的吗 谁是吴谦啊 啊 难道 好疼 难道你快点 我不行了 快送我去医院难道 哎 哎你别恨人啊 我就想吓吓他 就是该名家炎亮 行了 别撞了 你幼稚 你刚刚躲得挺快的 你算什么男人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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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啊 别碰我 啊 啊 你 你干嘛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 放开放开我齐玉泽 你放开我啊 齐玉泽 哎 我我自己来 别动 疼吗 齐玉泽 你要不然 去洗洗吧 哦 你记得涂药啊 傻子 给我 好 就知道暖暖会心疼吗 疼 知道疼啊 下次不能这么干了 万一是刘轩怎么办 我疼总好过让你疼 什么 我疼总好过让你疼 没点儿正形 转过去 不是这儿 是这儿 再弄你自己擦 弄弄脸红了 热的 拿你说说不清啊 我自己来 怎么了 刚刚不是还挺会聊的吗 开不起玩笑了 小时候你什么地方我没看过呀 九岁的时候吊河里 还是我把你捞出来换的衣服 我早就对你的身材免疫了 现在和以前能一样 我长大了 既然姐姐都已经把我看光了 那你可得对我负责吗 我就知道多余关心你 你信不信我把你打骨折啊 这样最好了 你就可以寸步不离地照顾我了 做梦 明天跟我一块去找苏黎 她一定是有事隐瞒 必须要求她说出真相 好 别跟着我 从我眼前消失 这小子什么时候练的这么有肌肉 喂哪位 那个是救我 什么 受伤了吗 我刚刚被吴谦的粉丝追了一路 喜欢你们来得及时 吴谦的目的很简单 他就是要两败俱伤 现在舆论对你很不利 那两段视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你必须要如实告诉我 苏黎 苏黎 我是你的律师 是你现在唯一能相信的人 如果你连我都骗的话 那我真的就暗默能住了 你能不能帮我保命 你都这样了还执迷不悟吗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你坚持不公开他最丑陋的一面 他才可以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 你 王八蛋 你怎么又来了 我要滚出去 老婆 我算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们不要离婚 我还是爱你的 我还是爱你的 你 别碰我 我嫌你脏 嫌我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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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帮你回忆我 当时咱俩在一块的时候 你到底有多风骚 你偷拍我 我只不过是记录一下 我们的爱情罢了 你说要是把这些东西 发到网上 明天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 你这个当红女性 在我身下深意 娇喘销魂的样子 你就是个畜生啊 这回离婚诉讼 我们财产平分 以后我们各儿各的 你做梦 那就别怪我 扯下无情了 让我想想 先发给谁好呢 不要 无情 你脸上口都不弱 要死 但我的故事 怎么 Moż 我 一定是 财产 有 你想想的 我们都可以利用的 我错了 我就不应该听信 那个渣男的话也叫你 全部 我的事也全完了 雨泽 我应该怎么办呢 会有用的话要法律干什么 现在立刻想一下 有没有人争物争 真的没有 我怎么可能让这个事情 被别人迟到 那赵医生呢 赵医生赵芬也算别人吗 对对对 他是我的医生 他一定可以给我作成 李律师你快去找他 晚了 现在乌签都快洗白了 你才选择公开的 你觉得会有多少人 愿意相信你 我知道错了 他们要打舆论战 我们就打 我们必须用证据 把事实给盯死 走 找赵芬 你连贷 下来 我 你连贷 我 你不愿意 你也知道 他想要 回答 一凤暖暖千万不能拒绝我 不然的话 我可能会过得不如所有 好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姐姐一定帮我 免费代理官司 赵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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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开庭 开庭之前 你得先保证 没有更严重的行为瞒着我 同亏怎么可能 赌博没有的事 需求 我滴酒不沾 家暴 我我我是打了他 但我道歉了 夫妻之间吵吵闹闹 这么常有的事 怎么能算家暴 好了 你可以走了 哎 周律师 你一定要把我分道歉 不然我真的是 赔了夫人又折平 你看 暗呐 这么巧 你这一起聊聊案子吧 介意 暗呐 没有和解的可能吗 如果你说的是案子的话 对不起 当然没有 我说的是我们 那就更不可能 我都有点心疼前任哥了 早知今日 回避当初呢 周景 刘暖 你为什么偷走我的关键证据 你还要不要脸了 周景我完全可以向绿邪举报 吊销你的执照 为了维护客户的利益 我有什么错 只要我们站在对立面 所以你就可以不择手段是不是 你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了 别碰我 我们俩现在结束了 你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好 知道了 林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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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你所赐 星舟的 你但凡有点良心 就立刻滚出他的世界 你怎么了 我们打了一架 你没事吧 受伤了吗 逗你玩呢 我是文明人 怎么会用拳头说话 我就让你离他远一点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我就算心里没有他 我也不会有你的弟弟 为什么 我不是男人吗 你不是我的菜 松手 不松 松开 不松 诺诺 提换了你会后悔的 你要敢再对我动手动脚的话 我就 到了 应该就在这附近 我下去看看 青子 青子 快起来 怎么样 没事吧 受伤了吗 没事吧 小心 小心 没事吧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赵医生 你是 我 你 快点 你 快点 我 你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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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拿 拿 拿 嫩嫩 嫩嫩 你死了 没大没小 叫姐姐 可不可 饿不饿 身体还有哪儿不舒服 以后我不允许再哭了 你看你眼睛都哭中了 小屁孩 只有生病了才能安静 不是晕了又不是死了 我都能听到 少说两句 赶紧休息 一起睡 齐玉泽 以前又不是没有一起睡过 那是小时候 我不碰你还不行吗 你再给我废话我就删你 赶紧休息 把药给我吃了 明天还有证实要摆 那你喂我 这件事情是我帮了你 冬冬 你真没良心 我疼我疼 行了 我喂你 嘴张开 好 你就是小鬼 就是小鬼 冬冬冬 你又没有良心啊 齐玉泽 离我远一点 你疯了吧 我要是不疯一次的 你要对我呼冷呼热到什么时候 齐玉泽我是你姐 谁 有装局吗 我们有血缘关系吗 凭什么 松手 你松手 如果你想我 跟你彻底断绝关系的话 你就永远不要松手 松手 我 我心里吹了走 一直起来 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跟上打架 打不过还不知道躲呀 我不是由你吗 我有那么好看吗 你们在干什么呢 妈 林暖 齐玉泽她不懂事 你年纪还小吗 妈 我 你既然还记得叫我一声妈 就应该知道她是你弟弟 不管她有什么想法 你该记住你的立场 喂 王略 你上次跟我说 出国交流三年的事情我同意 林律师 我知道你是问苏黎的事来的 但我跟她清清白白 就算你问一百遍 也是同样的她 赵医生你误会了 我们这次过来是向你求证 苏黎被家暴的事 家暴的事你们知道了 这事儿吧 老公 这两位是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爱人 这位呢 是 你好 我是苏黎的代理律师 你们俩还有脸来呀 我们家都被你们害成什么样了 老婆 你误会了 他们 我老公一个农村大学生 在这里打拼了十年才在云杠立足 这下倒好了 本来是给个大明星看病 给女儿多赚点生活费 现在变成插足别人的婚姻 这叫什么事儿啊 其实连我女儿才五岁 因为这个事儿 在游儿园被人孤立 被人欺负 还有那些狗子 一天到晚在我们家门口蹲着 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啊 不好意思啊 林律师 这段时间呢 我妻子受了一些刺激 精神不太好 你们见谅 林律师 这是苏黎的诊断报告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赵医生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让所有人 都知道真相的 我呀 之前一次次劝苏黎报警 可他就是被吴谦 那个男人洗了脑 你说 他早这么做 哪会惹来这种事 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千千万万个苏黎 他们就是害怕 家暴的事情被曝光以后 自己会成为 别人眼中的笑柄 所以罪恶就是 一次一次被纵容的 如果赵医生 愿意出庭的话 作证人证言 我相信苏黎 你有完没完啦 还出庭作证 还要被人 戳几两股去骂吗 你爸妈没本事 活该被人欺负 滚 你们都滚 我们家不欢迎你们 李律师 你说得对 犯罪不能一次次被纵容 我愿意出庭作证 谢谢你赵医生 我是为了我女儿 我可不需要她长大 遇到无前那样的现场 嗯 嗯 苏黎的案子 庭审有信心吗 集团和品牌方的合作 无论如何都不能受到影响 暖暖从小到大 什么时候说啊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暖暖多吃点 这都是你爱吃的 眼珠子都快掉菜了 好好吃饭 其实这次 公关危机 小则处理得挺好的 嗯 舆论算是已经控制住了 应该不会影响 集团后续的合作 能得到林暖的夸奖 是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要是有你姐一半懂事 集团我也能安心放你手里 让暖暖做你儿媳妇不就好 林暖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不能总那么单着 我有个老朋友 他儿子刚回国条件很不错 抽个时间见个面吧 我挺着急结婚的 要不您给我家一个吧 王妈 以后都不用准备她的饭菜 给她上盆洗脸水 让她好好照照 你愣着干什么 快吃啊 她就这样 跟您一起不用打理她 我吃饱了 对了 等苏黎的案子结束之后 我需要出国交流三年 当呼女星苏黎 与其丈夫吴谦的离婚纠纷案 已经进入了第二次开庭 苏黎方代理律师林暖声称 已经掌握了足以扭转舆论的关键证据 苏黎 从而说吴谦对你实施过家报 这是是真是假 请问你是为了掩盖出轨真相而造的谣吗 我觉得 你们应该采访采访我身后的人渣 不久之后 他就会成为你们的流量密码 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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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 被告无迁 婚内多次出轨 并且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对我方当事人无端的谩骂殴打 家庭暴力十分 你别胡说八道啊 什么叫殴打谩骂 我又不是个哑巴 我们夫妻之间半两句嘴 这不很正常吗 根据我方证人提供的就诊信息显示 2022年10月2号晚上 8点12分 2022年12月15号晚上 10点23分 以及2023年3月22号晚上12点 她抵达苏黎的私人住所进行诊治 这些时间 刚好就在你跟苏黎发生争执之后 为什么这么巧 你跟她吵架之后 苏黎就变体无伤 那是她自己抓的 她 她有刺虐行的 那是她自己抓的 她 她有刺虐行的 我真是瞎了眼 看上你这个不折不扣的垃圾 我是垃圾 我是垃圾你的 你从垃圾回收站 我八蛋 坐下 双方注意法庭纪律 审判长 宗尚 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 双方感情破裂 请允许法庭判决双方离婚 并且 被告在婚姻关系中 存在重大措施 根据民法典 第1091条 你所谓的正当权益 就是帮吴谦多分点钱 然后用舆论来败坏苏黎的民生是吗 姓周的 你但凡有点良心 就立刻滚出他的世界 和吴谷措方保护原则 给原告方多分财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079条之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准与离婚 一 重婚或有陪 凌律 谢谢你帮我证明了真相 经过这件事情 我算是想清楚了 我应该趁着年轻 抓紧搞事业 转他个盆满钵满 环游世界去 你想清楚就好 这天下的狗男人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当然 齐雨泽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对你 对了 凌律 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不明白 你和雨泽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姐弟 情侣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来干嘛 我 心都情了 喝一口怎么了 怎么还不走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不用不用 你们继续 继续 齐雨泽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我们俩没有可能 而且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能不能省省心 你去你的 我追我的 我们俩不相干 无赖 娜娜 恭喜你啊 大获全胜 周律师不想笑可以不笑 都败诉了还硬撑着 笑起来比哭都难堪 我闭嘴 周景 我并不否认你在业务上是一位很优秀的律师 但是 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真的真的很卑鄙 你明知道吴谦对苏黎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拉无关的人下水呢 我从客户的角度出发 维护客户利益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寻找一切有利于客户的证据 这有什么错 那你知不知道 你所谓的证据牵连的赵医生 他们一家人经过网报以后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对 他们现在是恢复名誉了 但你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他们多久才会恢复呢 我们可以不聊案子吗 不行 那没什么可留 对了 林律师周律师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你到底要干嘛 塞蒙摩卡 我们坐下来一会儿 用不着 他对牛奶过敏 只能喝美食 周律师 作为暖暖的头号追究者 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倒清楚得很 怎么没见你点一杯美食 你们两个真的很无聊 前任哥真是坚持不懈 有这个功夫 都可以登顶喜马拉雅山了 只是可惜 你们不是一路人 就算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的米还多 你想跟林暖在一起 百分之一百不可能 我给你领了 暖暖虽然看起来刀枪不入 但你知道他最脆弱的点在哪儿吗 家事 你从小是锦衣玉石的豪门阔绍 可怨暖呢 归根到底 他只是个无权无事的孤儿 且不论外界怎么评论你们 就你妈那一关 你就过不去 只有我 才是那个陪暖的 一起滴到尘埃里 又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懂吗 咖啡我请你 不客气 哈哈 哈哈 大家评评理啊 好母赵梅华为了霸占我家家产 桑极天良 害死了我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呢 大家评评理啊 你说话评评良心 那房子是你爸病死之前送给我的 你在这儿像疯狗一样嚷嚷什么 滚 我是他亲儿子 他凭什么给你 那房子 是他和我妈的共同财产 我有继承权 你爸生病的时候你爱搭不理 是我每天没夜地伺候他 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我爸之间那点破事 他大你三十岁 又瘫痪在床 你都下了却嘴 八蛋 我非罢了你的狗屁 你还拿起来 你放开我 住手 你是谁 是我东方先生 一和律所凌乱 林律师 你请行好帮帮我 赵梅花 她勾引我爸 把我爸的餐产全骗光了 我也是走投无路 才会这么做的呀 我和老爷子清清白白 你在这造谣抹黑 老爷子要权下有知 今晚分缩你性命 你 你干什么 无视生非随意殴打他人 情节严重者 堪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来找我 拿着 喂 林律师 我在这偷害者 你包 тради片子干什么 赵女士 您的案子我都已经交给乔 律师负责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会向您提供帮助 林律师 那这个官司你不帮我打呀 我最近可能有些其他事情要处理 这两天还要准备出国 那我不打了 我只相信你 你见易勇为 是个好人 赵女士 要不然 你跟我说说详细情况吧 郑大臣那个王八蛋 他就不是个好人 云岗是没有别的律师了吗 天要跟我打对他 是他自己找上门的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 听说你要出国 关你什么事 如果想断了齐宇泽的念想呢 可以考虑重新开始一番感情 没必要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偏要过海吧 你说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但那个人一定不是你 别百分心思 这是可不好说 可资啊 这十几年不见 真是出路得越来越标致了 这小伙子 怎么样 真不错 回国之后有什么打算 真的不错 新的工作找好了吗 风阿姨 我打算去医合律所呢 医合律所 这可巧了 我们家灵暖也在医合律所 到时候啊 让他多照顾这点肯子 没有自己人在身边陪着他 我们做父母的 当然也放心了 是啊 灵暖没时间 年下不较急 心思有点野 阿泽 你该不会是喜欢短暖姐姐了 不然呢 本到喜欢你 你住嘴 说什么呢 林律师啊 我和郑大成之前是邻居 他成天吃喝嫖毒 把他爹扔在家里不管不问 后来他爹瘫痪了 我看他可怜好心去照顾 我可一分钱没要过他们家的 直到老头去世 他都没回来看一眼 你说他还算是亲儿子吗他 要不是他爹临死前 给我写的这份遗嘱 那个家早就被他败光了 这套房子说啥都不能给他 您看这遗嘱 没问题吧 老爷子虽然下肢瘫痪 可他意识清醒 这是他亲笔写的 遗嘱没问题 但是您和我说的 我需要去证实 我说的句句属实 那见放邻居都可以作证 还有郑大成年轻的时候 就重男轻女抛弃弃女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去调查 谢谢 谢谢朱律师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真是冤家陆寨 年轻人之间 开个玩笑也是正常的 暖暖跟小泽从小一起长大 跟亲姐弟似的 关系好点也是正常的 既然可自都已经回来了 这两个孩子的婚事 是不是我们也该提上日程了 我这丫头啊 脾气倔 性子直 往后啊 怕是会让小泽受委屈啊 爸 哪有你这么说自己亲生女儿的 我就喜欢可自真性情 跟我年轻的时候啊 一模一样 你家林暖也不年轻了吧 三十二了怎么还单着呢 这年纪 恐怕不好找对象了吧 阿姨有时间可以多看看八卦 暖暖已经名花有主 以后这种相亲举不要喊我 不热恋钟 七星两家原本就是市交 你跟可自的婚事 是早就定下来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你怎么来了 是我让林暖过来的 林暖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可自 是你未来的弟媳 你们两个还是同行呢 暖暖姐年纪轻轻就能坐上 伊合律所合伙人的位置 我得向你学习呢 你好姐姐 我叫秦可兹 可兹你好 我们小时候见过呀 是啊 那时候还不懂事呢 也没想到有一天 大家竟然会坐在一起 商量婚事 是吧阿泽 坐回去 都坐吧 别说那么紧 林暖跟小泽这姐弟俩 感情还真好啊 小泽毕竟是跟着林暖一起长大 这长姐如母 从小没妈 可不得抓紧这唯一的救命道菜 都是一家人 何必搞得这么剑拔弩装的 阿姨来 多喝点茶 可兹啊 要是你能嫁进我们家 有你帮衬着 集团 我也能放心交给小泽了 责任太大 我可担不起 林暖 听说你今生高级合伙人了 还在考核当中 八字还没一片了 女孩子家呀 还是不能太要强了 趁着年轻 赶紧嫁人 相夫教子才是正道 叔叔 叔叔 比起依附于男人 我觉得女人独立自主 更让人有安全感 什么样的年纪 就该做什么样的事 上次给你介绍的男孩子 你去见面了吗 最近有点忙还没有 暖暖姐 多浇膏可以来一点 补充胶原蛋白 不用了 我们走 长辈还在呢 你干嘛 长辈就应该有长辈的样子 看他们有了 齐雨泽 我坐下 你跟可兹的婚期都还没定你 谁定了婚约谁去 你 我去看看他 什么态度 我秦家的女儿样样优秀 难道非你齐雨泽不可吗 你放手 我数到三 一 二 你刚刚什么态度啊 赶紧回去道歉 你看不出来这是鸿门燕吗 还是说你就是喜欢 被别人戳你脊梁骨的感觉 秦雨泽 我为什么被人戳脊梁骨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你能不能收起你幼稚的 心思和行为 幼稚 好 那我成熟一点 放手 你不是要楚国吗 我还不 我刚接了一个案子走不掉 是走不掉 没什么钱 你管我 你不可以离院 别自己情 我根本收不掉 秦雨泽 你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 但是我不行 不要逼我 我要是不疯一刺了 你要对我忽冷忽热到什么程 一些时候 学习的如果闻到网上 你最后也不虚了 用这个物质的 我ikan我 不清呢 你自己在买那一刺 你别人说了 我负你 你不太帅了 我负你 就这样 你不负你 不过你 你不开伟我负你 我负你 再是半个好人 要不然我们 一次不中百次不用 你就想趁人这位 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人 觉得不错 但不能消除 不错 放给他 齐雨泽 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你和你的小青梅早点结婚生子不好吗 别来祸和姐姐了 她跟你说道 像你们这样的家庭 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别说你和暖暖相差七岁 就算你们同名 你妈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进入你们齐家大门的 这是我和暖暖之间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跟外人来查数 你谁啊 齐雨泽 齐雨泽 你有没有想过 暖暖见着你们齐家 会是什么处境 什么交远蛋白 他不就是变着发说我老吗 他就没有变老的时候吗 啊 嗯 谁说你年纪大了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那个十五岁的小女孩 周景 你放开我 你个黄八蛋 你不要 啊 啊 凌暖 你看清楚我是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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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你认识你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喜欢我啊 我是你姐姐 我把你当弟弟 你喜欢我哪儿啊 你喜欢我哪儿我去改行不行啊 啊 原来凌暖也是一个爱撒娇的小女孩 说真的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家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 曲子 我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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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暖 啊 我不是在和周景喝酒吗 一喝多就断片 这要命 秦雨泽 你你你你先转过去 你怎么在我家呀 不会是我把他怎么样了吧 你你 你到底把我怎么了 就成年男女之间该发生的都很累 你赶紧走 赶紧从我家消失去 喝醉酒的时候口口声声说爱我 怎么一酒醒就翻脸无情 出去 从我的世界消失 沈特助 把我的衣服送过来 明月 我对你很失望 从今天起 你不许再踏入即将半步 集团这个月比上个月的利润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 齐总你没事吧 去查一下林律师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啊 现在 有问题吗 好我现在就去 站住 哪儿都不许去 董事长 去给董事长泡一杯现磨的咖啡 磨得越酒越好 好 怎么 现在你的人我还管不了了 你连我都管不住 怎么管我呢 齐雨泽 我是你妈 你给我收起你这副臭德行 我八岁年 被别人绑了三天三夜 怎么不见你这个妈来交赎金 我九岁那年掉进河里 差点一鸣呜呼 怎么不见你这个妈来慰问 我十岁那年被同学霸凌打进医院 怎么不见你这个妈来陷害羡 没有林暖我早死了 你现在跟我神发压制你配吗 我告诉你 只要我活着一天 你跟林暖就不可能 你可以试试 郑大成家对抗房子的产权证 之前是登记在郑大成父母的名下 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在他们相继去世以后 郑大成父亲的遗嘱 最多只能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赠予你 他母亲的那一份 郑大成作为儿子 是享有法定继承权的 我也不懂这些呀 林律师 我只有一个诉求 就是那套房子 无论如何不能落到郑大成手里 这是我答应老爷子的 你不能失业 赵梅华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你还敢来 我怕我爸交给你照顾 没成效 你还跌制上我家保铲 害了我爸才死 郑大成 你少放屁 明明是你爹知道 你被治安拒留的消息 才突发性格死的 你这个不孝子 才是最大的凶手 我弄死你 郑先生 开庭之前 不要惹出什么麻烦 赵女士 有什么事 我回头联系你 你先回去 那麻烦你了 周律师这次在法庭上 又想出什么奇招啊 我哪有什么奇招啊 郑大成吃喝嫖土 气养生物 赵梅华分文不取 照顾灵女 公道自在人心 还没开庭就认输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等等 你有没有想过 试着找一找自己的亲人父母 你有病吧 提这个干什么 周律师 请 我搬的房子 被赵梅华锁上了 我也进不去 只能临时找个落脚了地儿 周律师 您稍等一下 好 实在这儿 我们儿 老头子 就这么一 穿这个 好画这么明 看 来 来 你还有个女孩啊 啊 是是 是有一个 出生没几天就死了 因为这 老婆也不好 帮我核实一下 九二年七月七日 场科有没有一个右脚小背 带月牙胎记的女营妖者 父亲叫郑大成 看来是兄弟的份啊 我才愿意帮这个忙的 下不为例啊 但我不言谢 哎 周竟 这个女营是七月底健康出院的 你搞什么呀 郑大成那个王八蛋 果然在骗我 晚上请你吃饭 哎 我话也没说完呢 系统显示 九二年八月二日 云港广儿院 送来一批孩子做体检 其中有一个的特征 和这个女营相似 那时候DNA库还不完整 至于是不是同一个 我就不知道了 云港广儿院 云港广儿院 我记得你是九二年 被云港广儿院收养的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话准话 明天法庭见 是我 DNA报告 最可什么时候能复 为什么拉黑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齐玉泽 齐家养了我十七年 对我恩重如山 我没有办法做到跟妈撕破脸 但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总要有一个结果吧 那这个恶人就只有我来当呀 娜娜 我只有你了 你站住 你今天该走出这个门 就永远都不要回齐家 齐家 我从来没有稀罕过 方女士 有情提示一下 你那三十亿的资金被我拦截下来了 不想血本无归的话 离药日集团远点 你 我被扫地出了 你真的不愿意收留我吗 你别再装了 你有你要负的责任 我有我想过的生活 不要再联系了 齐玉泽 你幼不幼稚 出去 这房子是我陪你一起装修的 家具是我送的 也算是一种投资 我有权利在这住 别逼我报警 小两口床头炒床尾盒 麻烦叔叔给 闭嘴 嫩嫩 我饿了 饿了就回家吃饭 别在这儿爱哨爱响 可我就想吃你屁 别跟着 眼睛 百分之审 不认为我 您 cosas 大批 放那儿 不是 帅哥 是 暖暖 暖暖啊 拿着路上吃 谢谢我妈 你做的最好吃了 上班路上慢点啊 感动了 这不会都是你做的吧 现在才发现我的好 会不会太晚了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 好吃 原告郑大成 诉被告赵美华 皇屋赠予纠纷一案 现在开庭 审判长 根据我方证人所提供的证词 我认为 被告代理人再有意回避一个事实 那就是 郑老先生生前和赵美华之间 是存在暧昧关系的 否则年轻四十岁的赵美华 为何心甘情愿地照顾七十岁 且瘫痪在床的郑老先生 真正三年时间且分文不取 我认为 赵美华是以嫁给郑老先生为前提 用 挟迫或欺诈的手段 来得到郑老先生的这份遗嘱 无中生有 你放屁 你放屁 赵女士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有可能的事实 至于是不是无中生有 我相信审判长 自有判断 果然勾改不了真实 原告代理律师这番说辞并非亲眼所见 没有证据证明 属于主观议测 无法作为本案界的事实依据 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标 审判长 我方并不否认 郑老先生跟赵女士之间存在邻里情义 但是这份情义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 原告郑大成 常年酗酒赌博 邻里之间有目共睹 作为郑老先生的亲生儿子 在郑老先生瘫痪的时候 拒不履行赡养 你这是文句事实 那是我爸 我怎么可能不管他 难道 我去照顾他的时候 还有乔罗打鼓的告诉全天下的人吗 原告 保持安静 相比之下 我方当事人照顾郑老先生 完全是基于人性的善良 并非利益驱使 至于原告所说的胁迫 欺诈更是无稽之谈 因此 我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 郑老先生在生前 是完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 他的遗嘱 是在清醒自愿的情况下设立的 我方请求 法庭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审判长 我这里有份资料显示 被告律师和我当事人 存在直系情书关系 我方申请 被告律师回避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这是我刚收到的DNA监听报告 书院报告稍后提交话题 这份报告显示 你和我当事人郑大成先生 是亲身妇女关系 律师不得带来与本人近亲 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所以你应当回避本案的审理 列律师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成了郑大成的女儿了 这不可能啊 我女儿早就 你这个不孝女 你至少联合外人 抢夺你爸的房产 审判长 我方质疑这个报告的真实性 我要求重新进行DNA检测 现在消停 何亦婷进行评议 请走 你在后院着火了 李 李律师出事了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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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 这件事我也是刚刚在庭上才知道的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我的DNA样本的 上次喝酒的时候 亏我以为你是良心发现 原来是早有预谋 周景你真的是一次又一次地拉低 我对你的认知下限 我也是为了案子 我必须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因素 我根本就没想过 郑大成就是你爸 在新的DNA结果出来之前 我是一定不会退出的 这原告律师太不要脸了 眼看着要输官司 就拿林律师的身世来造谣 闭嘴 李律师 我建议赵美华那个案件 你暂时先退出吧 小主任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DNA的报告 这个也是赵美华本性的意思 秦可兹呢 作为一名专业律师 完全具备独立办案的能力 他处理这个案件 我觉得非常合适 赵女士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维护 您的合法权益 你们还是办理一下交接工作吧 好吧 林律师是前辈 还希望你以后能多多指教 秦律师 这个案件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 要准备的资料非常多 可能我们交接起来会比较繁琐 没关系 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快完成交接 你整理完资料后 直接交给我就好 林律师 不是我不相信你 是我太了解郑大臣那个人渣了 如果你真的是他女儿 还在替我打官司 这样会对你不利的 赵女士你听我说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对方的代表律师我特别了解 那份鉴定报告真的有可能是假的 DNA报告出来了 接过是在里面看什么 累积亲子关系概率为 林律 你真的是郑大臣的女儿 你真的是 这办案办出个亲爹了 林律在我们律所回份 郑老爷子那套房子也有一份哦 林律师 既然你是郑家的人 这套房子我不要了 直接给你 赵女士 你已经签署了委托协议 现在放弃 不仅是对林律师的不公平 也会让我们之前的工作 付诸公流 我知道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律师 一码是归一码是 赵女士你听我说 法律需要还你一个公道 你也不能背负这流言蜚语了 对不对 林律师 这段时间真是麻烦你了 为了这件事你付出那么多努力 真的谢谢你 林律 你就放心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 你现在更需要休息 不如借此机会放个假 秦律师 我这个人向来不爱休息 办公室还有一堆案员等着我处理 林队你来到正好 我和周景律师也在一起 已经解除委托关系了 你来给我打官司 咱们还能审查一批律师费呢 林总 林队 林队 站住 什么叫官司打不了 你什么意思 同一家事费 同一家事务所 他没有办法同时代理同一案件的原告跟被告 这是常识 啥 还有真格局 女儿 那这样 你叫我怎么说 我上庭 我就不信了 我一个亲儿子 怎么可能拿不到亲爹的遗产呢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要求我 凭这张纸 所谓的亲缘关系 对 我是你爹 这是白纸黑字的事实 你以前不知道在俺的关系 你帮赵梅花 我不怪你 现在你是我的女儿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 三十二年之前 你因为重男亲女 亲手扔掉了一个孩子 三十二年之后 你因为你自己想争夺遗产 突然跑出来想要认他 你连个线扎都不如 你这个白眼的 没有老子哪来你 你现在过上好日子了 就像跟老子撇钱关系了 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这个官司你必须赢 郑大臣我告诉你 我死也不会认你这个 就算你把官司打到天边去 也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少来恶心我 你 你 你 再动一下他试试 再动一下他试试 什么东西 我教训我女儿 干你屁事 你你 你脱崽子 你 我是他男人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了 你别乱说 你打的 对 我 我 我 你 我 去 你 我 我 你 你 准备了 李诺 你等着 你等着 你怎么来得这么巧啊 你跟走我 要不是我英雄救美 你的脸就被打得肘成猪了 滚一边去了 你才是猪 李诺 我们非得划清界限吗 赶紧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那你就从我家搬走呀 别在我眼前瞎晃 轮轮姐 这是姚主人让我转交给你的 主人说 让我放假对吧 你还是先休息一段时间 等处理完了家事再回来上班 你其他的案子 也会有别的同事接受 我亲自去找他 轮轮姐 你还是别去吧 已经有不少客户 对我们律所的公正性 产生了质疑 姚主人正在替你善后 你主人是没张嘴吗 非得让你来当新闻发言人 阿泽 你没必要冲我发脾气 老板的决定 又不是我能左右的 这件事情你最好没有参与 否则 我不知道自己的组织 阿姨 我成功了 现在 就赶您出马了 我已经有点给你回头 但是我倒不摸 在那里盘 你倒不摸 我还给你回头 但是 郑大婶的事情还没完 你得吃饱了才会 秦玉泽这是我的事 你能不能不要管 我已经够狼狈了 你不要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缠着我 你能不能走 做梦 你别想把我推给任何人 从我想到她 我有缺失 我自卑 所以我付出全部的努力 可为什么我这些努力 在别人眼里面就一文不值 可以随意被抹杀 娜娜你不能这样想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看到你 这个极家大少爷 你能不能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 郭大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绝对不会丢下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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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完了就不能再跑了 谁牵了 我这是在惩罚你趁虚而入 那你再牵一次 我去睡觉了 一起 一起啊 你个臭小子 你这是谁学的啊 无始自动 你来干什么 我要是再不来 你们俩还打算干点什么 妈 你别叫我妈 凌暖 我好心好意资助你十七年 没有我你哪来的今天 你就是这么包打我的 是我非要死皮来脸缠着凌暖 你吼他干什么 你比他大七岁 你这是毁了他 七岁怎么了 我这辈子非他不娶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 混血 妈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对我的恩情 我也有想过要离开齐鱼子 但是我做不到 我这是白养你们了 这些年你除了给我们的钱 还给我们什么了 白养 你不提这两个字我还敬你三分 你翅膀长硬了是吧 没有钱你们豁得到今天 好 你们现在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 再过十年呢 他四十岁正当年 你都快五十了 你能给他什么 给他母爱啊你 我爱的是凌暖这个人 我这辈子要和他一起过 闭嘴 方女士 请你离开我们的家 齐鱼子 否则你就要报警 齐鱼子 你给我听好了 以前我可以对你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现在不行 下个月你就要跟可兹订婚了 我不能让你一错再错 下辈子都不可能举情可自你 没事 说 什么 妈 妈你怎么快 妈妈 妈 妈 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急性脑出血 病人处于昏迷状态 你们要做好长期照料的准备 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看护 谢谢 齐总 董事长他动用了三十个亿的流动资金 全部投到了腰热集团 项目暴雷 资金链断礼 集团上下全乱成一锅粥了 你早就提醒过他 他这不是把公司逼向绝境吗 你冷静一点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你回去主持大局 妈这边有我 等一下 把这个拿去以备不适之取 我不至于落购到需要你的钱 这是两码事 就当我抱大妈的 谢谢 谢谢 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投他赞成票 老方会把他三十个亿交出去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怎么不说当时你也举手了 现在股票大跌 你要还想见到回头钱 那就赶紧把其他项目都停了 那都是赚钱的潜力股 停了我们吃什么 所以说嘛 得赶紧把太子爷请回来 老方昏迷了 这公司得有个能拍板的人才行啊 得了吧 那个齐雨泽 就是个扶不起的阿董 我看 总裁这个位置 迟早要换个人 张董 你有什么好的人选吗 这是我刚拧好的资金重组方案 我已经联系了几家银行 他们会提供短期贷款 帮我们渡过难关 至于项目爆雷 我会亲自跟合作下谈 做到最小的损失 挽回我们的信誉 各位 还有什么意见 李暖 先生 李暖 先生 李暖 李暖 我知道你在这儿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你别管我怎么找来的 这北花是不是把房子给你了 他会把你的那部分折现给你 至于其他的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跟你没有关系 我我们地方住了 你这个当姑娘的 难道还能啃我睡大间吗 我当姑娘 你养过我一天吗 你还是人吗 你现在知道有个姑娘 你早干嘛去了 生你的生 我也没想复作 我现在要你一套房 破坏吧 哎 你要是真想洗心革命 你就应该靠自己的本事去挣钱 而不是在这儿跟我胡讲门缠 我警告你啊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 这些年你吃香的喝辣的 才跟 有钱人家的少爷 有一堆的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里面的 是你的养母吧 我现在 我就跟他聊聊天去 别 你敢骚扰他你试试 你打我 好 来来来 你打 你打死我呀 打我 都过来看看呀 这青姑娘怎么打死你老爹 你干嘛 你还是人吗你 信信信信 信靠他 你 你们都看到了 这姑娘 打 打的老爹已经生病 雨泽 你有信心呢 我们当然是放心的了 但是你还这么年轻 万一 没有万一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失败这两次 等银行的贷款要等到什么时候 现在最快的方案 就是拿到秦家的投资 你跟秦家大小姐 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 要不你去 求一求秦家 结婚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举进客资 现在可不是任性的时候 你要知道秦家 现在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 没有什么联姻 你们想要挽回损失的话 可以跟我拼一门 如果你们老是想着天上掉线免的话 可以立刻滚出云生传媒 各位 谁还有问题 哦那没有了 妈 妈你醒醒好不好 我错了 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让你醒过来 喂 姚主任 李律师 我是赵梅华 听审结果出来了 我会按要求 把郑大臣应得的那一部分方产份额 遮限补偿给他 但是 你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啊 好 我知道了 齐总 郑大臣又去医院 找林律师闹事去了 有什么 霍尘 我要住院 我要住院 你这个不孝女 还敢跟亲爹斗手 你到底想干吗 你要不把房子给我 你要不去给我一百万 我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我是你的亲爹 你就应该赡养我 你跟我提赡养 你让我 你养过我一天吗 你都查了 上次 跟你在一起那个小白脸 是你那个有钱的养我的儿子 你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 还祸害自己的弟弟 你又不要脸 我跟你说啊 你要不养我 我就去电视台曝光你 让你身败名裂 我今天就让你睁大眼睛看看 你是怎样身败名裂的 以气诱语 虐待老人 故意伤害 亲债他人财产 我要告你的话 就凭这些证据 怪你判多少年 这 你 你怎么可能有这些 在我这儿 没有什么不可 放屁 这这这 这这 这这都是假的 你撕了一份 我还有一千份一万份 郑大厂 你要是感动林暖一根手指的话 这些证据会布满整个城市 到时候看看谁丢脸 你看 我这个人 最尽不得及 你行 试试 有钱人 就能欺负求老百姓吗 没有权利啊 他 我 我不活了 给他 你要负责 这是让我自己解决 喂 火葬场吗 第一医院 来收拾 有人死了 立端 你这个没能力的背影了 这不是 暖暖姐的爸爸吗 这是怎么了 其实 要不是你帮赵梅华 夺了我的房产 不能沦落到这种地步吧 你们一个个的 欺负我没权没势 我跟你们鱼丝往泼 够了 你不就想要钱吗对吧 我给你 我给你钱 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 够了吗 你 我给你钱 算你实际 拿着你的钱给我滚 这点钱算什么 这是你的义务 好好学学 这才是孝敬老人的态度 给我滚 滚 他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你来干什么 阿姨是我未来婆婆 我当然要来看看她 阿姨是我未来婆婆 我们之间没可能 少来这种 少来这种 我知道 在集团 你是凭一己之力重振旗 只要你答应跟我现在去领证 秦家的大笔资金 就会立刻到账 你也不用那么辛苦 不需要 阿泽 暖暖姐她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你觉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还有可能在一起 伦伦 你没事吧 周律师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请注意你的分寸 我现在脾气不好 别逼我骂你 我认识的伦伦 不会被轻易打败的 你得振作起来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请收起你虚伪的嘴脸 郑大成的事一天不解决 你就一天上不了办 与其代一和 被秦可赐这样的新人 抢了风头 不如加入我们承安 暖暖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打对谈 再打下去 我们的感情就真的 消失殆尽了 我跟你有什么感情 别不要脸了 凌暖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想清楚 你跟齐玉泽之间 根本就不可能 我才是和你一个世界的人 就算我跟齐玉泽之间不可能 你也不够合 我要的是能跟我并肩作战的人 而不是像你一样 在背后捅我一刀的人 快跳我吧 哎 跳我 跳我啊 你到底能不能跳啊 快跳呀 怎么办 你都不是人啊 是啊 跳啊 你要是不敢跳就别耽误我们时间 我还等着回家吃饭呢 快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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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吵了 快跳啊你 还可能 林医师周律师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林可可 可可 可可别过来 您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可可不要 有什么事我们下来说好不好 快下来林律师 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时候 我是来救你的 没有人能救我 他们都想看我死 你告诉我 就因为我是孤儿 我求我没本事 我就活该被他们欺负 只想好好读个书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肯放空我 可可你听我说 我们一定不能用他们的错误 来惩罚我们自己 如果你现在跳下去 他们只会笑得更开心 他们会更加的尝过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反抗 你就是懦夫 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对不对 没有用 他们有权有势 却什么都没有 就只能任人宰割 我的尊严 我的未来 早就已经被他们接到的犯罪了 我是谁能当 可可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孤儿 可可可你看看这道伤疤 我高中也被霸凌过 李律师 你怎么可能 这个伤疤 就是我高中被霸凌的时候留下来的 还有我弟弟 我们一直被霸凌 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 连我最亲爱的养母都不愿意站出来 我也想一了百了 但是我没有选择去死 因为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抢大 可可你看看 老四姐 你是多么好的一个女孩 你很善良 你很优秀 你应该是坚韧的 李律师 我可以吗 你可以的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还跳不跳 跳我 快点啊 跳不跳啦 林律师 你的生活已经一团糟了 我不想再把你牵扯尽了 可可 可可 别害他 别害他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林律师 别什么呀 明明是他们犯错 这小枪要开除我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只要被所有人指责 放心哥哥 一切都还好起来的 现在的孩子 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 小小年纪遇到点麻烦就要死要活 你自己得欺你爹妈妈 哎呦 人家怎么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他呀 现实生活中肯定是个懦夫 还不死 算 懦夫 没意 就是 这种人就应该死 你们都给我住嘴 你们一个个有什么资格在这平头论足 只会看别人笑话你们很开心吗 你们才是懦夫 哎 明啊 你吼什么吼啊你 为官怂恿起后寻乐 扰乱公共秩序 诸实他人自杀你们都应该被一罢拘留 我们走 你们干什么 真青春呀这 这皮肤真嫩啊 真小 和外卖那些 就是不一样啊 你敢去学我三次 小爷我今天心情好 你以后就是我的女儿 给我送饭吃听到没 这嘴真嫩 来亲一个宝贝 靠 王八蛋 狗少他竟然敢不给你面子 给你脸了是吗 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 又不是犬牵下的人都得围着你转 有钱就是了不起 玩你去 我说有余 你们这不都是犯法的 我要告你们 哈哈 告我们 告我 就凭你 我们顾上可是故事集团的继承人 你告他 下辈子吧 这 叫声哥哥 叫声哥哥 放 叫 叫啊 叫啊 叫啊快叫啊 快点 你想走啊 去哪儿啊你 往哪儿跑啊 去哪儿啊你啊 往哪儿跑啊 去哪儿啊你啊 你想啊 得了吗 可可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是你最喜欢的草莓蛋糕 是粉色 你最喜欢的 我们一会儿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吧 有些人啊就应该好好醒醒脑子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别什么人都不招惹 就是 顾少可是我们药玉集团大小姐的男人 也是你这种兼职卖咖啡的废物 岂能肖像的 就是因为你这张狐狸精的脸迷惑 阿珍才会茶不思饭不想 都不理我 你怎么不就死啊 你们这么做 就不怕遭到报应 报应 报应来了也是先找你这种 没爹没娘没权没室的垃圾 哎呀 这种一看就是垃圾货 还好意思带出来炫耀 哈哈哈哈 我给你摘了吧 还给我 你说这里他妈妈留给他的遗物 还还给我 是吗 还给我 既然你这喜欢 就给你做陪葬品吧 哈哈哈哈 还给我 哈哈哈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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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反抗一次 他们就更变本家了 后来我不想反抗 却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加入他们 凌脸师 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够了 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了 可可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 但是你要答应我 你要好好活着 才能看到他们被制裁的那一天 知道吗 哦 林子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到此为止吧 纪玉子 凭什么 凭什么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 你说结束就结束了 就凭我们一开始认识就是错的 就凭我们一开始认识就是错的 错的 我们朝夕相处十七年 你一句错的 就把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磨灭了 我比你大七岁 我还有一个像吸血鬼一样的爹 我一没钱二没权三没事 我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帮助 只能给你制造麻烦 因为我 你跟麻烦沐成仇 他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 你让我以什么样的心情继续和你保持这段关系 真的不要我了吧 爱情不能当饭吃 你有更好的选择 妈我会继续照顾 我们还是姐弟 睡都睡了 你还想当我的姐姐 即使止损 对我们俩多好 林团 你做梦 好 喂 姚主人 林团 赵梅华丹已经高于端末了 要接受修家 继续工作吧 正好我现在按照照顾 好 我知道了 好 姚主人 311案件 你去代理很合适 原告代理 也算是你老本行 姚主人 我已经接了一个免费的案子 免费 你是律师又不是慈善家 林团 你要起诉故事集团和耀日集团 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大集团 每年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收益 但是一个律师的眼里面不能只有钱 你不爱钱 你高尚 故事集团和耀日集团都是我们大客户 你把他们得罪了 律所怎么运营 其他的同事要不要升华 你这么做 有唯一一个律师的职业精神 姚主人 这是我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 我不可能为了利益 放弃我的原则和道德底线 我必须要还受害者一个公司 这两个大集团 你觉得就这么容易对付吗 他们再大也大不过法律 就算我同意 其他合伙人和同事也不会同意 如果你还要固执己见的话 我建议你退出律所 如果律所眼里面只有利益 而没有道德底线的话 那么这样的律所 我也没有必要 林律师 你可想清楚了 你现在离开义和律所 只会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前途很重要 但公道更重要 秦律师 如果我没有调查错的话 顾真是你表弟吧 他的所作所为有多恶劣 你应该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为了一己私利 就包庇和纵容罪犯 否则你会说得也不妥当地 你怎么在这儿 嫩嫩 我上次的话依然有效 来我们承安 立刻就能做你想做的事 什么意思啊 分手费 我离开律所了 短时间也不会有什么收入 这卡里的钱 就当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分子钱了 又要出国 去长安律所 林暖 你要和周景复合吗 你脑子里是不是只有谈恋爱 我只是换一个更适合的律所去工作 你能不能不要什么事情 都往周景身上扯 你最好是 只要有我在的一天 你休想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干什么呀 我会照顾我吗 用不着你这个 我一父一母的姐姐来假惺惺 你又不要吃 既然你那么喜欢周景 你找你钱 没有吧 反正我只是一个弟弟 我有更合适的人群 冬冬 你来干什么 冬冬现在是我承安律所的人 作为同事 我来看看她的母亲 应该不过分 周律师的好意 我替我妈心理 不过我妈不喜欢外人来打扰 先回吧 秦雨泽你注意一下 你的说话态度 不过 要成为我的姐夫了 那自然另当别论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随分子见 只要暖暖愿意 我随时可以 阿泽 暖暖姐 周律师 这么巧你们都在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请姐姐和姐夫喝几杯啊 弟弟都这么热情了 那我们自然不会客气 说好的我请客 姐姐怎么选了这瓶酒 品位真是越来越差 以前的酒喝腻了吗 换换口味 挺不错的 这瓶酒配不上今天的菜 这酒配不配得上菜 不在于价格 而在于品尝它的人 暖暖姐和周律师还真是越看越般配 阿泽你觉得呢 吃你的饭 你也多吃点 他海鲜过敏 看来我这个未婚妻当的的确不够称制 睡一点没关系 阿泽你别 死不了 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 周律师 还是不要打扰他们姐弟 不如我们连个手 各取所需 你考虑考虑 林诺 你有没有良心 眼睁睁看我海鲜过敏 你是成年人 你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 我为什么还要吃 我就想看看 我在你心底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为难自己 记得回去吃药 你为我才吃 你还吃不吃 你看我和琴可思总那么紧 真的一点所谓都没有啊 这还不是挺好的吗 说明你并不排斥他 你现在就应该花时间跟你的未婚妻培养感情 而不是跟我在一起 你可以放手 弄弄 弄弄弄 你在哪儿 林诺 我会让所有人都来看看 你是怎么在养我昏迷期间 还不要脸的来勾引自己弟弟 别让我开始讨厌你 好 好 知道 知道了 今天你不请自来 算是帮我当了一回挡箭牌 我还是要好好感谢你 你 既然我这么有用 不如长期合作 我配合你让齐雨泽死期 但是你要答应我留在这儿 我们一起并且战争 零暖 你到底要和齐雨泽纠缠到什么时候 看着他结婚吗 如果下定决心分开 就不要再给他希望 也不要给自己自律提论 嗯 你干嘛 发个朋友圈 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周景的女人 不是 晚安 明天见 哎 你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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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腿的女人还不都是嘛 再说了 就你这条件啊 你家姑娘不倒贴啊 要我说呀 你别在一棵树上吊 我去泽哥 你姐和周景那个人的转基因物责 真的复合了 林暖 还有这事 哎 我的手机 林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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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姐姐都带姐夫回家了 我这个当弟弟 自然是回来收拾自己的东西 免得爱姐夫的眼 搬家对吧 好 这个电视 我花了钱的 是一半 这个沙发 这一半是我的 还有这个杯 你必须给我带走 周景的朋友圈什么意思啊 你非得拿他气我是吧 我们两个志同道合 在一起 行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走 我要是再搭理 我就是条狗 喂 李灵师 你回来正常了 田枸枸那个案组的被告家属 都会把咱们那个桌给撤翻了 好 我马上到 同学之间打打闹闹闹 开个玩笑怎么就能上升到校园霸联 还把我们给告了 我们孩子 平常胆小的 连个蚂蚁都不敢开一下 怎么可能是施暴者 你们这是污蔑是重伤 各位各位 大家都是来谈和解的 那就心平气和坐下好好说嘛 说什么说 我们家孩子才刚满十八岁 就把我们告了 以后他也怎么生活 你们回到他的前途 你们要不要问问自己的孩子 在对别人进行殴打欺凌辱骂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受害者的前途 任何暴力都不可能 因为年龄二被原谅 不管是十八岁还是一百零八岁 都不能成为欺负别人的理由 乔冬 2023年7月 分别于学校食堂操场 以求爱名义 对田可可多次进行语言骚扰 强吻 涉嫌强制猥亵 王磊 2023年8月 伙同其他三人 在学校后向对田可可进行围殴 以致其眼部外伤手骨骨折 涉嫌故意伤害 刘梦 2023年9月 在班级群里面 传播不实谣言 涉嫌诽放 不怕 咱不怕 放屁 这不可能 我儿子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这是我掌握的霸凌现场的监控视频 你们要不要好好看一下 你们口中所谓的乖巧懂事 胆小怕事的小孩 在不为人知的背后 都做过些什么事 林律师 这肯定都是误会 我们家孩子没有那个胆子的 是不是有人指使你的 林律师 你看 我们家孩子连毛都没长成 哪懂什么谈恋爱呀 这个视频是真是假 你们自己心里清清楚楚 田可可本人并不同意和解 我们停上见 儿子 你快跟林律师说 你是被冤枉的 哎 林律师啊 我我们家孩子知道错了 哎 要不这样让那个田可可给打回来 你就别看我们家孩子了 陈律师怎么办 都是顾正和姚叔指使我们这么做的 他们有权有势 我们要是不按照他们说的这么做 我们也没有好下场 我 我之前也被他们打过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没用的东西 你之前怎么不早说呀 哎 林律师 您高抬贵手啊 我们家孩子也是受害者呀 是 顾真和姚叔才是罪魁祸事 你就让我们不放算什么 如果因为自己受过伤害而成为了施暴毒 那这个社会只会陷入越来越深的黑暗 顾真姚叔我自然会搞 但是你们的孩子也参与了霸凌 即使是被迫的 这也是事实 他们是成年人 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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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并不是非打不可 也许廷可可更愿意得到公正的道歉 而不是闹上法庭 谜于尽算 如果连我们这个职业都选择妥协的话 那那些霸凌者会怎么想 他们只会觉得霸凌的成本很低 一个道歉就可以了事 然后变本加厉 娜娜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毕竟 幼儿鸡团和故事集团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我这些年当律师受到的报复还不够多吗 怕死就别当律师 齐总 林律师最近在调查腰日集团 好像和一个霸凌案有关 你是为吃饱了撑的 他爱干嘛干嘛 跟我有什么关系 齐总 不是你一直让我跟着林律师的吗 你该干嘛干嘛 不要到我面前去白眼 心烦 阿泽 你怎么发这么大火 你有事没事 这周末陪我去吃婚纱好不好 我看中一款 不 秦可兹 你是一名律师 婚姻自由懂得 你之前利用我气凌暖 怎么不说婚姻自由 现在倒拿这个来压我了 我要是娶的话只会娶凌暖 如果你再纠缠过去 我不介意采用法律手段 齐雨泽 我是喜欢你 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既然你不想结这个婚 那就等阿姨醒来取消婚约 你们是什么人 让你扫拐闲事的人 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育你 林律师 故事集团和药治集团你惹不起 赶紧回家生孩子去吧 惹不惹得起只有事过才知道 不过你们很快就没有机会 住手 我们是云港公安 你们涉嫌殴打他人 现依法将你们口头传唤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请配合 田可可这个案件 我们要打就必须好好打 做好充分的准备 故事集团和药治集团董事长 他们都是老狐狸 我们必须要从他们的得力干将下手 层层击破再连根把气 好 皮肯 解鞋 刘主 保rol 林律师被故事集团和幼儿子集团的人代踞 卫 clear 林律师 我们又见面了 请律师果然是沉不住气啊 林律师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动我的人 顾董 您的人涉嫌违法 我只是依法办事 林律师 这是两千万 只要你撤诉 不再追究顾真和我女儿的事 这钱 就是你和田可可的 姚董 田可可的代理费 我都分文未取 您这个行为 真的是犹如我律师的职业道德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贵公司在零号项目当中涉嫌违法 使其最大的投资人方蓝 整整亏损了三十年 据我的调查 这笔资金 好像已经留住到了您的海外账户 姚董 如果让您其他的股东知道 他们即将成为背锅侠 你觉得他们会败吗 证据都已经交给警方 你们好自为之 顾董姚董 林律师的太多二位也看到了 这场官司我们不能不打 二位放心 我会为顾氏集团还有耀日集团 争取最大的利益 秦律师 你别忘了 我是你的前辈 这场仗 你必输 林暖 你以为你背后还有谁 敢跟我这么嚣张 我背后有事实跟法律 还有我 再加上整个云生传媒 够了吗 顾董 谁让你来的 我不像某些人 良心被狗吃了 启雨泽 这是顾氏集团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顾氏集团 一个靠违法乱计起家的公司 也配得起仨爷两个鞋 董事长 现在内网外网都在报道 少爷和姚小姐霸凌的事 群情激愤 我们的股价在大幅跳水 老百姓都来把集团给围了 怎么回事 不是早就花大价钱 把消息压下去了吗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围 顾董 姚董 这天底下 有密不透风的墙吗 齐雨泽 你确定要拉着整个集团 给临暖陪葬吗 秦律师 请你注意你的用词 这叫还原真相 秦律师 顾董 姚董 我们停上街 我给你们的视频 现在就发 让郑大成也去现场 郑大成也去现场 这件事跟你跟齐家 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来凑什么热闹 你得罪了秦可兹 有什么好处 只会导致 齐家跟秦家特地绝交 这不正好吗 秦可兹明知道 我妈和耀日集团有恩怨 却替耀日集团代理 等我妈醒了 就没有理由 再让我和她结婚了 我跟你没法交流 你不是说 再理我就是狗吗 你怎么还跟我讲话 那我给你学两声汪汪 我们和好了 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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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边 林总 你大天果农之下 勾引自己弟弟 要不要脸 林律师 你和齐总 真的是姐弟关系吗 为什么之前 一直对外刻意隐瞒身份 因为齐大公子 有自己的未婚妻 他的养母 不支持他俩在一起 林总就开始搞地下情 结果 他的养母 现在被气到昏迷 还在院里躺着呢 林律师 你养母现在还在医院躺呢 你却在公共场合 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不正当关系 你都不出来解释一下吗 齐玉泽 这是你逼我的 我得不到 你们俩 也永远很想得到 我这个女儿就是没良心 她只要舒服了快乐了 什么青天养母 一都不是 我这个半截身子快要入土的人 还要被她拖下水 真是造孽呀 第一 第一 我跟齐玉泽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家事 我不必对外交代 第二 拍摄并传播此视频的人 你们涉嫌侵犯了人的肖像权跟隐私权 我会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三 我养母至今病重住院 是药日集团违法导致 警方自然会出门 不需要你 至于你 郑大成先生 你口口声声说 我这个女儿没有良心 那么请问 是谁 前段时间 整整从我手里拿出了一百万 一百 说一百 你大闹医院都有监控给你拍下来 你想不想让我公开 到时候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个抛妻弃女的渣男 以及是一个田不知耻的老无赖 还有你们 为了这场闹剧 私底下到底说了多少情 你这是危险 你要是和自己弟弟 没有男女关系 你怎么把证据给我们看的 就是 我可以证明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林的男朋友 周总 我可以证明 林律师和齐总 就只是单纯的姐弟关系 是吧 弟弟 你们叽叽喳喳那么久了 也没有人采访下我这个男主角 当我不存在吗 哟 直播呢 我看看多少粉丝 呃 九 九千 这么少也好意思出来直播 谷歌够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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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雨泽 放开 不好意思啊 刚刚和姐姐亲热过了 现在有点乐 就不陪各位了 启雨泽 你打你不动 你想气死你妈妈妈 我要是气的话 也只会把我妈给气下 奉劝各位一句 林暖是我的女人 识相的话 就不要再来招惹她 谁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妈 今天这件事情 是我没有处理好 我给齐家丢人了 我现在就去解释 你有什么错 错的是我 当初就不该妇人之人 让你进齐家大门 我以为你鬼门关走了一走 能看清楚一些事情 没想到还是名玩无虑 今天这场戏 明摆了就是周锦和秦可兹 利用郑大成一起联合设计的 你竟然还惦记着 我跟秦家的婚约 你留下一堆烂摊子 昏迷不醒的时候 是暖暖第一时间 拿出钱给公司应急 是他不眠不休地照顾你 为你问题 你愿意 成为你 失控的 还处理你 没有必须 要恨不休地 你的次 我必须没有 你怎么远 我就自己老公 失败了 真心 你已经是 不得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 甚至是你 我 齐玉泽 方董 我知道你们大人物都很忙 但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不能忽视啊 凌暖 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 硬生生把我们搬一群十岁的小男生 打进了医院 这不是胡闹吗 是他们先打阿泽的 你闭嘴 我让你进齐家大门 是为了让你照顾弟弟 不是让你跟着他一起给我添麻烦的 王老师 其他人的医药费我来处 我也会让齐玉泽和林暖 去给他们道歉 凭什么 我和姐姐才是受害者 齐玉泽你闭嘴 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浪费 在处理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 这道疤就是因为我而留下的 他欠齐家的早就还清了 但是你和我欠他 还没还击 我还能 这辈子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 齐玉泽 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林暖 我告诉你 我就算死都要和你死在一起 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 我也告诉你 臭根皮虫 如果我这次再把你丢掉 下辈子都不会遇到你了 原告田哥可诉被告固贞 姚书过意伤害人身侵害 一案现在开庭 在冲突行为发生后 我当事人主动被原告 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 证明其认缩态度良好 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 更谈不上长期霸凌 我想请被告认清楚一个事实 冲突跟伤害是两回事 这里有几份报告显示 左耳轻伤两脊 右脸缝针七针 双眼球结膜磋伤 请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冲突 导致我方当事人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 他们每次打闹时 至少还有三人也同时参与 原告怎么就能证明这些伤 不是由别人 而是由我当事人直接造成的呢 就是 又不是我要打田哥哥的 都是他们出的搜集 审判长 我方要求证人出席 传证人到庭 顾真喜欢田可可 姚叔因为嫉妒 所以才指使我们去打田可可的 而且每次都是他先动手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啊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每次顾真和姚叔打田可可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害怕 每次他们打他的时候 我都去拦住他们 让他们停手 他们也不听 而且每次都用钱来堵住我的脚 你少了 你在这装好 早上先打你 被告追以法庭纪律 这人 现在可以立体了 审判长 这是医院出具的精神状况证明 证明我当事人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 且在案发时精神状况并不稳定 因此所做出的行为不能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标准来衡量 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当减轻 原告方 有无反驳意见 我方这里有证据显示 顾真姚叔高中的时候就读于国外私立学校 如果他们精神真的有问题的话 为何当时的学校没有发现或者提供帮助 反而他们刚进入大学 精神状况就突然出现了问题 我方要求法庭对这份精神状况证明的真实性进行调查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是有温度的 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者 也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我方要求法庭对顾真姚叔进行公正的判决 让他们得到相应的惩罚 同时也要还我方田可可一个公道 让他走出阴影开始新的生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之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所 林暖 你赢了 我输得心服口服 事实证明齐雨泽的眼光是对的 我欣赏过你的才华 也想过把齐雨泽推向过你 但是感情和法律都不应该是儿戏 你做过的事情我可以不再追究 但是我想跟你说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都应该对法律保持尽力之心 否则中华人民 你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同样 这些话 我也想送给你周律师 我提醒过你 和林暖相遇 差点 那以后还请周律师多多指教了 妈 你怎么在这儿 听说林暖今天开庭 我过来看看 妈 一切都结束了 要日集团的事情马上也会尘埃落定 我不是说这个事 林暖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林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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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一趟真不容易 快 再给我拿点钱 你再纠缠我就报警 再给我拿点钱 我这次做的是真的正经生意 你看高利息高回报低风险 这个投资稳赚不赔 我都是在人家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分了三次 转了九十万 特别安全 一步一步的 都很清楚 骗子骗的就是你 你为什么不能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APP 这上面的公司 早就因为非法集资而被立案调查了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放屁 我看你就是不想盛养你老弟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天天来闹 我看你怎么丢人现眼 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小妥崽子 我弄死你 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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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暖怎么样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郑大成 如果暖暖有个三肠两肚 我让你血债血肠 清雨泽 你冷静呢 你让我怎么冷静 从小到大 每一次都是暖暖挡在我前面 我呢 我一点都保护不了他 我是暖暖的轻胞 我怎么会害他呢 你就好好在这儿畅悔吧 医生 医生 医生他怎么样 重型双额夜脑磋伤 我们已经进行了紧急开炉手术 你们 可能要做好他醒不过来的准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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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满意了 我也不知道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别假想想 这里不欢迎你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 等着你去做 暖暖 也不想看着你垮掉 我不需要你教我该怎么做 出去 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这部戏在国内市场一定会嫌起不小的过来 您的投资眼光实在是太准了 弄弄也一定会喜欢 对 这一次拍的就是我想要的那一本 哎 哎 后面谁啊 穿帮了 赶紧走 你什么时候想的 你怎么在这儿 还好吗 我爱你 齐玉泽 醒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找到你 如果真的再也醒不过来 我会后悔没有跟你说这句话的 如果你死了 我就坐在你面前喋喋不休 直到把你吵醒为止 别怕 别再想丢下我了 别再想丢下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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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